联准会降息至0,释放什么讯息? 两周前才紧急降息两码,联准会此刻又大动作降息,降息四码一个百分点,将基础利率调低到0%到0.25%,一切动作比预期的更快,为的是希望防止十年前金融危机的混乱再现。 本来大家是想说3号已经降过一次了,应该就是等到本周三联准会政策会议时再动作,但是等不到星期三,联准会的最新紧急行动表明, 美国经济可能严重陷入困境,甚至担心到再等三天才支撑经济可能就为时已晚,联准会大动作降息之后,本周将不再举行政策会议。 上周美股11年来跌至熊市,显示投资人越来越担心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严重衰退,因为人们都在家隔离,全球经济日常活动停滞。 联准会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对抗疫情的措施短期内将严重影响经济活动,并且限制国外经济体的活动, 尽管他拒绝预测未来几季美国会不会遭遇衰退,但预计下一季必定受创,只是这波谷底有多深,全看接下来疫情扩散的状况。 世界正在面临大流行,这是非同小可的时期,我们要采取特别应对。 市场分析师阿斯纳姆·Nardine S. Lam认为,联准会降息至零,并启动量化宽松,正是最大的核火箭炮。 除了降息,联准会承诺将大举购债规模达7000亿美元,并且与加拿大、日本、欧盟、瑞士、英国等其他五国央行达成协议,在降息的同时共同合作保持金融市场运作。 联准会上次利息降至这么低是2011年欧债危机的时候,让全球的美元借贷变得便宜,毕竟美元是金融危机时期主要的避险货币。 这种协调合作将降低全球银行短期借贷成。